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对我们所在的长安 古长安的了解 我认为也需要加强一下 所以我就选了这么一个题目 那么我下边呢 我就具体开讲 我今天打算讲三个问题 一个是讲一下陕西地理和它的历史特点 因为陕西历史几千年 历史很长 我这里只能概括地讲一下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讲一下汉长安城的建筑特点 第三个问题呢 谈一下隋唐长安城的建筑特点 讲这么三个问题 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 先说一下我们陕西的地理和历史特点 我们陕西呢 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 是不是 我们的地理特点 其实我们就分为了三大块 分为了三大块 从北向南呢 就是陕北高原 中间是关中平原 再放南呢 就是陕南山区 这样一个区域 那么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呢 是关中平原 我们长安呢 西安就在关中平原的中部 那么关中平原呢 他自古以来呢 就非常富属 所以古代呢 称他为天府之国 可能大家觉得 谁说天府之国不指的四川嘛 怎么指我们关中呢 最早是指关中 最早是关中 《史记汉书》里边呢 都有记载 那么后来呢 才称这个四川 所谓天府 这个天府 天当然指上天了 府呢 是指苦库 仓库的意思 是不是啊 那么上天 老天爷的仓库呢 肯定非常丰富 是吧 东西很多 所以他用这个呢 至于国呢 他就讲地区 地狱了 是不是啊 你比如说 毛主席有一句诗叫 《芙蓉公国里尽昭辉》 这个《芙蓉公国》呢 就指的是湖满 所以说这个国 它在这里不是国家的意思 不是国家的意思 那么 这个长安呢 是陕西的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 经济中心 那么 我们所在的这个西安 自古以来呢 就是我们中国理想的建筑之地 曾经呢 有13个王朝在这里建过都 我们中国的这个古都呢 以前呢 有所谓四大古都 后来又六大古都 后来又弄到八大古都 现在竟然弄了十大古都 就是 很多城市呢 都想啊 就加到几大几大古都里边来 它不管是几大古都 长安都在其中 而且是排在第一 为什么呢 因为它建都的时间最长 建都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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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13个王朝 三五个 你下来是洛阳 洛阳呢 过去叫九朝古都 但是人家河南人呢 就是人家喜欢把他们自己说的这个历史更悠久一些 那后来就弄成了十一朝古都 后来我就想这个十一朝古都 怎么又增加两个呢 现在还不过瘾 还弄成了十三朝古都 我还专门查了一下 哪来的十三朝古都呢 后头一查呢 就发现呢 其中有一些王朝根本没在它那建都 它硬拉 扑拉 硬燃 硬燃 准确的讲 它应该是九朝古都 九朝古都 所以这个长安建都的王朝呢 应该说最多 应该最多 你看一下这个我们陕西的这个地图 就是我在网上下载一个地图啊 这个地图呢 它很有意思 你看这一块区域 这个黄色的区域呢 就是陕北高原 那么这绿色的一块 这绿色的一块土呢 这块就是关中平原 也叫渭河平原 渭河平原 就是因为它是渭河的冲击平原 渭河呢 发源于丹苏的渭源县 我上个月呢 我还专门去了一趟渭源县 然后我还专门去一趟渭河的发源的那个地方 去考察去看一看 就看了看 渭河水呢 这个发源很小 任何一个大河都很小 何况渭河嘛 还不太大 不太大 但是水很轻 很轻 可是留了没有几十里以后就变成黄色的了 到他们渭源县城就变成了黄色的了 哎呀 我说这个黄土高原呢 真是厉害 真是厉害 所以因为它一留了几十里呢 沿途呢 冲刷了一些黄土 它就变成了这个黄色的 然后呢 它呢 是在这里入了黄河 在我们陕西省的铜关呢 入了黄河 入了黄河 所以黄河的最大支流就是渭河 就是渭河 那么我们关中平原呢 就是渭河冲击尔城的 那么这一块 这一块呢 就是闪南山区 你看这个 颜色最深的就是秦岭 就是秦岭 所以我们知道秦岭呢 是我们中国的自然地理的分界线 那么秦岭以北 是北方地区 温带 那么秦岭以南呢 就是雅热带地区了 是不是 就算南方了 你看秦岭 我小的时候学地理呢 老师就讲 说我们中国的自然分界线呢 是秦岭 然后下面是淮河 秦岭淮河这一线 把中国分成南方和北方 南方北方 那么这个下南山区呢 主要三个市吧 一个是汉中市 一个是安康市 还有一个是山乐市 那么 其中关中平原呢 它是我们现在陕西省省会的所在地 那么这一块地方就是 这个关中平原呢 为什么自古以来是建都之地呢 因为它的地理形式太显耀了 你看啊 它的南边呢 是秦岭 刚才我们看了地图了 它的北边呢 是陕北高原 陕北高原 中间是渭河 从东到西 从西向东 这样流过来 所以这个 那渭河到了关中以后 又有十几条滋流 流入渭河 这样就组成了一个比较密集的水网 再加上黄土高原呢 这个土层很厚 土质比较肥物 那么有这样密集的水网 就构成了非常良好的灌溉条件 所以自古以来关中呢 这个农业生产就非常发达 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在春秋战国时期 我们陕西呢 有一个国家里叫秦国 秦国本来是 在各国中 就春秋战国它本来是落后的 它经济也好 文化也好 都比较落后 但是最后呢 恰恰是秦国统一了全国 统一了全国 那么秦国统一全国当然有很多因素呢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呢 就是它站住了陕西 这样一个地方 尤其是关中平原 关中平原 生产很麻达 古代打仗嘛 它也是打经济的 是不是 也要有钱有粮 有钱有粮 所以因此你看 秦国在历史上 曾经修了一条著名的水利工程 叫郑国渠 这个郑国渠的修建呢 对增强秦国的国力呢 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 本来郑国是一个人的名字 因为秦对这个三东六国呢 就是虎视眈眈 对他们威胁很大 于是他们就想了一条计 然后就派郑国做间谍到秦国来 然后游说秦王 让他修这么个渠 那么修这个渠呢 因为工程很大 他们就想通过这个办法来消耗秦国的国力 我消耗你的国力 你国力卸入了 你就打不成我们了 是不是啊 但是这个阴谋后来被秦国发现了 那秦王就要杀掉你这个郑国 郑国就给秦王讲 说你不能杀我 你不但不能杀我 你还得要允许我把这一条水利工程给你修完 他说为什么呢 说你看 固然这个水渠要花很多钱 要动用大量的劳动力 是不是啊 确实对国力也消耗 但是这个渠一旦修成以后 对秦国国力的增强的意义非常大的 后来秦王就把他留下来了 让他完成了这样一个工程 所以这个工程对秦国国力增强意义很大 那么民国时候 我们关中还修过了金汇渠 是不是啊 因此你看 这个关中地方 这个地方呢 自古以来 水渠灾害很少 我们中国 我跟你讲 我们中国是一个多灾的国家 哎 灾太多了 灾难太多了 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了 因为地理环境各地也不一样 所以 每年都有灾 你看今年 这才刚进八月 我们这水灾已经 这里是泥水流 耐力发生水灾了 死了人了 他年年都是如此 不是有水灾就是有汉灾 因此 淮南子啊 西汉时候有一部书 淮南王派人主持修的 叫淮南子 那么这一部书呢 就讲啊 说 中国 每十二年有一次大灾 每三年有一次中灾 年年都有灾害 当然这个说法就是 是不是正好十二年 正好三年 这个也不一定 但是 他说 年年都有灾害 灾害很多 这倒是符合中国的情况 但是 关中地区有灾 也不能说 绝对说没有 但灾害相对其他地区来讲 比较少 比较少 你就说 近代以来吧 近代以来 你看看 那河南灾就多得很 河南省啊 自古以来就灾多 近代以来 你看 明国十八年 一二十年 发生了那次大的灾亡 那河南都跑到陕西来了 后来有一部电影叫《1942》 是不是啊 也讲河南又发生灾亡了 又跑陕西 陕西跑 又跑陕西跑 所以 所以我们陕西 你看 尤其是我们西安的 你看龙海县 龙海县那个铁路上的工作人员 大部分都是河南人 因为他们流落到陕西以后 有陕西 甘肃这一带以后 他们有没有土地 所以他只能打工啊 那么后来修了铁路 那人家就做铁路 把他当了工人了 我们土生土到夏其人 把他都到农村里边 因此你看这个 这龙海县 尤其是西北的地区 龙海县 河南化基本上是官化 那就是官化 河南做 那就是官化 河南做 咱们到北 河南也是最具的地方 那个河南化就官化了 那就是官化了 你后来这个 甘肃发生灾亡以后 也放陕西跑 你们可能有的人年纪大 大部分都年龄比较小 就我们解放以后 的59年到62年 也发生了大饥荒 死了好多人 死了好多人 我们官方的说法 叫三年自然灾害 这个是不是自然灾害 我这里不谈这个问题 我不谈问题 但有一条我可以讲 就是说 那甘肃受了灾了以后 因为甘肃是当时全国五个 重灾区之一 甘肃人也放陕西跑 也放人 所以我们陕西 因为我们这里比较富庶 我们对河南人也好 对甘肃人也好 应该是有恩的 是不是 要不然我们的话 你们得多死多少人 可是他们不感谢我们 他们不感谢我们 现在河南 什么东西都和陕西争 因为河南也是文物大省 最大什么东西都争 那么甘肃也是这样 我小的时候 我在甘肃生活 因为我父母在甘肃工作 我上小学的 我都不敢说我是陕西人 我要说陕西人 那些小朋友会欺负我的 说我是老陕 我就讲 我说现在我才知道 我们对你有恩啊 你怎么反倒还欺负我呢 原因是啥就是 那个山南栽害时期 甘肃里大量的人 人口呢向陕西逃 那些女人呢 年轻媳妇 跑到陕西把丈夫 孩子跑到陕西来了 然后找陕西人 给陕西人当义父 年龄姑娘也嫁给陕西人了 所以他们就认为 你这个陕西人 把我们女人都管走了 是不是 你们可恶得很 然后又迁怒到 所有的陕西人的头上 其实他不知道 这是陕西人救了他们 救了他们 我说这个意思就是 你看我们关东很富属 很富属 因为因为他富属 所以他才能够成为 历代王朝的建都之地 因为你要建都的话 你一个都城 这么多的人口 至于长安有多少人口 这个现在没有一定的说法 有说几十万的 比如在唐代 最多有说一百万的 一百万的 这个 也没有一个 一个统一的说法 那么还有大量的官吏 军队 朝廷的各个机构 都要吃 都要用 所以 你必须待在一个 附属的地方 这是 这个关中 能够成为历代建国 建都的一个原因 一个原因 同时呢 也是 关中成为 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地之一 你看这张图 你看这张图 这是我们西安市 是吧 这是我们西安 这是魏格平原 魏格平原 你可以看到这个 出山北高原呢 有多桥河流 流到渭河 然后呢 是秦岭 我们 我们当地人把这个秦岭叫渭 是不是啊 就是各个孤口 都有河流流出来的 不过大河小河 反正都流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渭河里边了 都流到渭河里边了 好 那么现在我要解释一下 就 什么叫关中 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关中呢 你叫渭河平原就完了 为什么叫关中 啊 这个关中 它的范围呢 它的地理范围呢 它在今天呢 它是西子保吉祥 你坐火车 你坐火车 宏海县你坐火车 你从甘肃 这个 上陕西走 先过保吉祥 一过保吉祥 就到保吉了 所以它西齐保吉祥 它是个水库 是吧 然后呢 东边呢 就到铜关 这个 这个区域呢 我们呢 把它 叫关中 叫关中 那也叫关西 也叫关西 在先秦时候呢 叫关西 为什么叫关西呢 因为你看 隋唐时期呢 同关是进入关中的 这样一个要道 是不是啥 那么在先秦时期的话 是韩古关 所以你看 三都六国打秦国呢 秦国只要派军队守住韩古关 他就进不来了 进不来了 那么 关西 关西指的是韩古关以西 韩古关以西地方 关西 过去有一句话呀 叫做 关东出巷 关西出将 关西地方 出军事加出将军的地方 能打啊 是不是 能打 你跟隋唐传里边 鲁鱼虾怒打正关西 那就是陕西人 是不是 那是陕西人 这个 你看 有很多地理名词 我要给大家 要随便说一下 你比如说这个山 山东 山西 这个山 指的是太行山 所以这个山一定是太行山 你看今天山西省 是太行山与西了 是不是 太行山与西 黄河 黄河以东 这个区域是山西省 是不是 那么山东 肯定是指 这个 太行山与东 这个地方 如果在历史上丹春河 河 大河 一定是指黄河 所以 你看河南 河北 这个地名的出现和黄河有关系 黄河 黄河以南 那是河南 黄河以北就是河北了 是不是 然后丹春江 一定是长江 所以历史上有江东江西这样叫 或者江左江右 都是指长江 都是指长江 那么至于其他的山 河 它往往前面有点定义 比如说淮河 那它就叫淮水 它一定要给大家定义 那其他的山呢 也是这样 这华山那就要 就华山 不能单乘山 单乘山 关呢 主要是指韩国关 关东关西 关东关西 你看啊 这个关中它的面积有多大呢 大概是三万四千平方公里 我们陕西人号称是八百里秦川 是不是啊 从保际峡到同外八百华里 其实没有八百华里 叫个八嘛 是曲奇多嘛 曲奇多 它的东面是黄河 你看我们这个图啊 你看我 你看这个图啊 你看我这个图啊 这边就是黄河嘛 东面是黄河嘛 这个是黄河 你看这边是麒麟嘛 这边呢是北山山脉 也就是这个陕北高原 因此这个地形呢 非常非常显固 是不是啊 非常显固 我把一些要点一守 你打不进来 你看抗战的时候 日本人把大半个中国占了 但是呢 没打到陕西 陕西也占了 他没打过黄河来 是不是啊 陕西 那我们陕西没打过同关 那日本人那是飞机倒是来了 人家的空军强嘛 那飞机来的轰炸鞋 这倒是有的 那它的地面部队没有 没有过来 所以它这个和这个地的情况有关系 你看 我刚才讲关中的北面呢 我刚才说了一个词叫北山山系 它主要是指梁山 梁山 黄龙山 瑶山 错俄山 九重山 九重山不是秦王李世民 不是唐太宗 他们来叫九重山嘛 齐山 龙山 那这个的统称为北山山脉 南边是秦岭啊 是秦岭 是吧 那么东边是黄河 所以这一切呢 就构成了关中平卵的天然屏障 因此自古以来呢 描写关中的形式的时候 他就讲说是 金城天理 四塞为故 他就描写啊 这个关中啊 这个地势呢 非常的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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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关中这个地理名词呢 它是这个 战国时候才有的 战国时候才有的 一般是指 西边是指大山关 东边呢 是指寒谷关 南边有武关 北边有萧关 为什么叫关中呢 就去四关之中的意思 四关之中 到了后来 到隋唐时期嘛 就增加了同关 然后北方又增加了金锁关 所以历史上呢 人们把这块区域来称之关中 有的时候也把 韩谷关以西的地方 称关东 关中 或者叫关西 或者叫关西 韩谷关 现在不是在河南吗 在河南 原来是归我们秦国管 秦国管 秦国管 那么另外呢 我还要说的是 陕西是我国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蓝田县 发现的这个蓝田园人 大概是公租岭的这个人呢 蓝田园人呢 据今天是一百一十五万年 那陈家窝发现的蓝田人呢 据今天有九十五万年 九十万年 那么学书界给他定名为 直立人蓝田雅总 我们简称叫蓝田人 或者叫蓝田园人 蓝田人比北京园人要早嘛 北京园人比我们今天四五十万年 是吧 这要早一些 大概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园人 最早的是园木人 就云南的园木县 但是蓝田人和北京人 都发现了头盖骨 这个是非常妙的 园木人呢 只发现了两颗牙齿 就说发现的太少了 发现的太少了 我现在顺便讲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在学书 世界学书界呢 他呢 说这个人类的起源 说是起源于非洲 起源于非洲 过去的话不是 人类起源多圆化 是不是啊 有好几个圆头 现在大家就是 倾向的呢就是 只有一个圆头 就是非洲 只有非洲 对啊 另外我要说我们现在这些人呢 既不是北京元人的后裔 也不是蓝田元人的后裔 他这是 现在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那个 非洲 非洲发现的这个元人呢 距今天那个 一百七八十万年以前 最近我看了一个材料 说 在蓝田县呢 又发现了一处遗址 那个遗址呢 距今二百 二百一十二万年左右 啊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比这个非洲元人还要早了 是不是啊 那那么我还得推翻他这个结论 当时现在推翻不了 为啥推翻不了呢 就是 这次发现了这个 人类活动的意志 只没有发现骨头 啊 任何一 两分牙齿都没有发现 只发现了一些人 损用过的东西 比如说 石器啊 木器啊 什么东西 这种打字是基本上原始的 是这些 啊 这些 那么 这种 发现呢 如此的不丰富啊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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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种说法 要世界各国学者都所接受 就是比较难的 啊 是比较难的 就是 当然我们中国人嘛 什么东西都是我们 哎 历史悠久 我们中国 啊 动不动说这个 说美国人的时候 我们 历史悠久 啊 我们这个 文明昌盛的时候 你们还光个屁股呢 你们祖先啊在树上呢 人家讲这些话 讲这些话 其实这些话是 因为美国有200多年的历史 这个话是不对的 啊 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现在的白人呢 他不是土生土长的白人 什么 那 那个美国人 人是印第安人嘛 那是土人嘛 那是土人嘛 那是土人 人家都是从欧都迁移过去的 啊 他们是 啊 希腊人 罗马裔的人的后裔啊 人的后裔啊 那么希腊罗马的话 那是非常发达的 是不是啊 啊 所以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啊 是不能这样讲 不能这样讲 这个问题呢比较复杂 啊 我们今天不讲它了 不讲它了 啊 这就是 呃 公主任蓝田原人头盖骨的土土处 啊 啊 那么 少晚一些 啊 就比比这些蓝田人更少晚一些呢 还有很多人类的一指 啊 你比如说大理人啊 啊 大理人呢也发现了一些骨头 大概去今天十八万到二三万年前 啊 那么像这样这个 去今天 啊 一二十万年前 五六十万年前 比人为一指 在我们陕西 关中发现了多处 发现多处 另外呢 还有一些 呃 四十万年前的一指 比如说 灵同的江在一指 它是 新时期时期的文化一指 啊 去今天呢 大概六千六百年 啊 到六千八百年 那么西安东郊有半坡一指 是不是啊 啊 这个 今天是六千年 是吧 它是养烧文化 啊 养烧文化 嗯 是母系十足社会 啊 母系十足社会 啊 嗯 你看啊 就是 就是 新时期时期的文化呢 大概分两大类 一个是养烧文化 一个是龙山文化 那么在养烧文化之前呢 还有一些文化 在甘肃那边 什么齐家文化 什么马家药文化呢 什么马家药文化呢 我我我我 我也前些年度都到那些地方去看 去考察 啊 去考察 啊 这个 嗯 嗯 那不是 甘肃的天水 说是 呼吸 啊 呼吸 就我 也说我们祖先嘛 呼吸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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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的地方嘛 所以甘肃呃 这个这个这个天水城里面有一座 呼吸庙 大概 比皇帝演的要早 他大概是距禁八千年 啊 啊 所以他们那里也发现了 大概有七八千年的一些文化意志 啊 文化意志 他说啊 这是个呼吸的文化意志 嗯 因为没有文字 就有点生拉应扯 啊生拉应扯 当然是 比较发达的文化是 养烧文化 啊 养烧文化是在河南省缅持县的养烧村 首先发现的 解放田就发现了 他也叫彩陶文化 这就已经很很先进的文化 嗯 很先进的文化 以后 凡是发发现的此类文化 通称为养烧文化 就是在学书界 他有一个规矩就是 首先在哪里发现 就以哪里的地名来命名 他是这样的 哪怕你发现的比他更典型 更大规模 那也得要叫养烧文化 那么 养烧文化 下来 比养烧文化晚一些的是龙山文化 山东 龙山文化 啊 龙山文化是黑陶文化 啊 那个黑陶的 对烧制技术 那就比彩陶要更先进了 啊 那么到龙山文化的时候 人类是已经 进入到了 富喜四族社会 啊 富喜四族社会 那么你看看啊 我们现在看啊 养烧文化 养烧文化 在我们大陆呢 一共发现了 5213处 在陕西 一共发现了 2040处啊 相当于 几乎达全国的五分之二 啊 其中的关中 尤其在关中和陕北的严历 一分不最多啊 啊 达到了1774处啊 也就是说 这个数量呢 是大大的超过了全国 我刚才讲了 我们今天的人类呢 和北京猿人 南京猿人 猿猿人 没关系 我们不是他的后裔 但是啊 这个啊 养烧文化 龙山文化的 他们肯定是我们的祖先 直系祖先 这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啊 另外呢 龙山文化呢 是复习四族社会 就今天大概4000年到5000年 那在我们关中发现了多少呢 光关中一个地区 这个地区就发现了800多处 啊 好像800多处啊 啊 那这个 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 啊 说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我们陕西省也好 关中地区也好 是我国古代文明的诞生地之一 是不是啊 啊 因为有这么多的 养生文化的意志 这么多的龙山文化的意志 这么多的龙山文化的意志 我们的先祖 在这一代生活 繁衍成长 是不是啊 啊 所以中华民族的原 我们现在一般都讲 我们是眼黄子孙 啊 我现在讲一下这个问题啊 你看啊 我们现在估计 远帝和皇帝很可能是龙山文化时期的部落首领 啊 啊 龙山文化 一般我们讲文明史是指文字里发明 文字团 那么从这一点而言 我们中华民族文明不是五千年 就是三千多年 啊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最早的文字 是甲骨文 三千多年啊 这甲骨文以前更早的文字没有发现 啊 没有发现 那么这一点啊 在所谓的世界十大文明古国里边 中国是最晚的 你看埃及的那个 啊 那个楔形文字啊 啊 哎 七八千年来 这什么问题的 这我们早的 印度也 两个流域的文明都比我们早 啊 对不对 但我们现在 就因为我们这个 就是五千年的文明 我们是 我们的这个 呃 呃 呃 是这样说的 啊 他主要是从皇帝算起 可是皇帝没有发现文字 啊 没有发现文字 啊 当然我们陕西境内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处地方啊 呃 叫 有一个文化意志叫 倡吉庙 知道吗 就是我们中国传说是 中 中文漢字是创极创造的 是不是啊 嗯 当然大家 按照理事文明主义观点上 劳动人创造的 哎 什么创造 啊 那你不管这个东西 是不是他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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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条小河 有一条小河 今天宝基地区呢 有一条小河叫江水 就水就是河嘛 啊 啊 江水呢 又是渭河的滋留 啊 呃 他不能留到金河 然后再留到渭河 是这样的啊 啊 那么这条河呢 已经发现了 因此 远帝 他姓江 他为什么姓江呢 他因为他生活在江水流域 那么皇帝呢 姓 啊 他为什么姓姓呢 他生活在寂水流域 哈哈 生活在寂水流域 但是这糟糕的就是 这个寂水是哪一条河 啊 说不清楚了 啊 说不清楚了 这有争议 那我们陕西的学者 有学者 我们学校的他们也研究 像上古文明史的教授 他认为呢 就是 这个寂水呢 就是 今天落水的滋留 祖水 不是 在中国有两条落河 落水是不是 一条在我们陕西了 这条陕西的关宗了啥 他留到了渭河 啊 然后渭河又留到黄河 还有一个河在洛阳呢 啊 我们平常讲的落神父 是不是啊 啊 那个落神 啊 就是曹操 啊 曹操的儿子曹操写的 落神父 那那个落水之神 是指的河南洛阳的落河 不是指这条河 啊 我现在说的是 这个 这个祖水 他说可能就是祭水 啊 那么这个水河呢 小河嘛 流过了桥山 啊 然后呢 流落水 啊 他是这样认为的 因此这个黄帝死了以后呢 就埋在了桥山 就今天黄帝陵那个地方 黄帝陵那个地方 啊 啊 那么 从这个一看啊 啊 那么陕西 应该是 中 啊 中华民族的发源地 因为我们自成是燕王子孙 燕地 是 呃 最早生活在咱们陕西 这是没问题的 啊 那黄帝呢 现在就聚起位置说不上 应该也是在山西 啊 在山西 因为这个 远地是一个游牧 哦 这个龙业不足 啊 龙业不足 所以你看 说远地神龙斯 发明了龙业嘛 是吧 那么这个黄帝部落呢 应该是个 游牧不足 啊 他他应该是 半龙半游牧的 这样 所以他流动 流动性很大 啊 后来弄了 他又又迁移到山北 最后又越过黄河 弄到山西 最后又又又又到了河南 后来又跑到河北 啊 啊 在足鹿那个地方 打了一仗 是不是啊 打败了赤幼 啊 所以有的人讲说 这黄帝和赤幼之间 这样关系到这个 中华文明能否延续的问题 是不是啊 因为赤幼是南方的人 不足是比较落后的 比较落后的 还讲这些东西 啊 现在河南人呢 就是说 不河南有个新政 有个县级市叫新政市吗 啊 他们每年搞这个祭祀 祭祀皇帝 说皇帝是他们来的 啊 是他们的 但是皇帝都埋在陕西 埋在皇陵 这个错作无误的 是不是啊 那自古以来都认为 皇帝都埋在这儿 但他们 他们才是这些年弄的 啊 就是 找了一些 就是搜集一些资料 在那儿 在那儿说 啊 而且现在人家又弄又大 啊 又弄又大 你看河南人搞这些事 比陕西那强的多 啊 这个人家又弄又大 现在 全世界的华人 每年都跑去祭祖去了 啊 国家领导人都去了 原来那姬皇呢 就在皇陵祭祀 因为聪明祭祖肯定在陵墓那儿去祭嘛 是不是啊 去扫墓啊 因为跑 他那儿没有陵墓 他没办法 他就弄个广场 广场树一个皇帝的像 啊 然后在那儿祭 啊 但是人家能删 能弄 最后弄得轰轰烈烈的 我和我们这 所以我们陕西呢 经常是 把自己的人化资源呢 让外省的人给 给抢去了 啊 反正他的人化资源也多 他也不在乎 啊 啊 你看啊 我刚才讲了那么多 这个陕西的这个 古代的这个 人类生活的意志 你看啊 这个图呢 是关中旧时期与新时期 意志的分布图 那个红点呢 是旧时期意志 黑点呢 是这个新时期的意志 啊 啊 这个关中的地方很多啊 啊 我我我我我顺便讲一下 什么叫旧时期 什么叫新时期 这本来基本常识啊 啊 因为我们 从古代人类来 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话 这个人类 人和圆的 人和动物的区别 就是能不能 能否自己制造工具 是不是 嗯 所以这是人和他们最大的区别嘛 那么这个 人们最早制造的工具 是什么工具 是石器 啊 那么旧时期呢 叫 旧时期的制造呢 就是打砸石器 啊 我弄一块石头 弄一块石头 两个石头一碰 或者我弄一块小石头 我弄个大石头 给它一砸 砸出个棱角来 或者砸出一个什么形状来 啊 这个呢 历史上呢 这个时期大概持续了几十 几十万年 啊 人们把这个时期呢 叫旧时期时代 旧时期时代 那么新时期时代 过去叫 细时期 啊 现在叫新时期时代 新时期 就是 磨制时期 就是 人们制造工具的时候 我除了打砸以外的 哇 加工磨 是不是啊 磨成了十斧 十连 十刀 十脸 什么东西 啊 所以这个 你在挖掘的时候 你一看是磨成者 那就一定是 新时期时代 的 新时期时代嘛 你今天就几千年嘛 啊 七八千年 八九千年 啊 大概是这样子 啊 啊 呃 这是观众的 养烧文化的 呃 分布图啊 你看养烧文化 它就已经很大了 啊 你看 这陕西省就很多了 啊 很多了 就是彩陶文化 你到博物馆去 你看 烧一个陶罐啊 什么 陶盆啊 什么玩意的 上面画 画一些鱼啊 画一些花纹 这个叫彩陶 这个属于养烧文化 啊 啊 这个时候 人类呢 已经快迈入 文明的门槛啊 啊 这个是观众 你看 龙山文化的意志 啊 你看龙山文化 啊 龙山文化 要不然我 在全国来讲的话 这个龙山文化的意志 在陕西发现最多 河南抢 抢这个 这个 这个 皇帝说是他们的人 但是他的 龙山文化的意志 发现也有 没有陕西那么多 没有陕西多 啊 这就说明 呃 这个 我们祖先呢 在这一代呢 繁衍成长 啊 这一个黑点就是一个议题 啊 就是一个议题 啊 这就是说 西洋半国国家 咱们陕西人 咱都都都去过 我就不多说了 不说多了 啊 那么这个 我们知道呢 我们人类 所以 进入文明 啊 呃 现在 就讲就是文字的发明 过去 不 不这么讲 过去讲进入文明 是 门槛 是 阶级的分化 啊 那不是讲阶级斗争啊 谁出现阶级分化了 啊 就进入文明的门槛 啊 那么为什么阶级会分化呢 就是社会的剩余产品 有了啊 啊 那么有的人呢 占有的多一些 有的人呢 占有的少一些 是吧 实际上阶级是按财富来分 划分的嘛 是不是 但是我们解放以后弄 弄错了 啊 按 政治来划分 按学统来划分 比如你爷爷是地主 那你就是地主宰子 是不是啊 啊 你父亲是资本家 那你就是资本家的 阔小姐啊 或者阔少爷 是不是啊 那你 就是资产阶级 你就是地主阶级 就是专政对象 上大小就不能上 餐厅都不能要 啊 就把阶级这样划分了 其实阶级 是 按马克力主义的说法 阶级是按生 生产资料 按财富来划分的 是不是啊 那这个 解放以后 地主土地都已经没收了 是吧 没土地了 啊 资本家的生产资料 公司合影也没有了 那就应该没有阶级了 哎 可是说 他们人还在心不死 啊 搞这套东西 啊 这个 完全是违背 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是吧 你说你信仰马克思 可是你不让马克思教导办事 哈哈 你想怎么来怎么来 是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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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陕西是这样的啊 就是 我们中国历史是这样的 大家一般认为是 啊 就是三皇五帝嘛 是不是啊 完了以后呢 就是 夏商周 我们叫三代啊 啊 三皇五帝时期呢 还算是原始司祖社会 因为他们的首领的产生是民族推举的 那么到了夏以后就实习了 是不是啊 啊 夏的第一个皇帝叫齐嘛 啊 就这个 他呢 就 就破坏了这样一个民族推选的制度嘛 然后就建立了夏朝 夏以后就是商 啊 商以后就是州 啊 七州 那这个 夏代 在什么地方 啊 我们是 哪些文化意志是属于夏代的 说不清楚 啊 啊 说不清楚 《史记》里面有《夏本记》 啊 他记载了啊 谁当了多少年 天子 然后下来谁继承 吃西说的很清楚 但是呢 现在 找不到 啊 或者说 找到了以后是不是 就是大家有 就有争议了 有争议 有争议 郭靖文字 你比如说 有人说 山西南部发现的文化 还有河南掩饰的奥里托文化 他说 这个 那一直是 是是是是 是下文化 啊 因为他比商文化呢 原始一些 他就是 那就应该是下文化 可是呢 没有文字 没有文字 你说他是 他到底是不是 就说不清楚了 啊 那就 寄希望以后 考古发现 啊 这个考古太重要了 你看 商代 我们现在没有问题了 啊 商代 哎呀 没有问题 为什么呢 原来《死记》里面是 是记载了商代 是不是啊 啊 而且他这个商代的天子 这个世系情况 介绍得很详细 说得很详细 但是 因为考古没有发现商代的文化意志 啊 所以有的人就怀疑这个商代 有没有这个王朝呢 但是呢 随着考古世界的发展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主要是 甲骨文 应许得发现 大量甲骨文 现在证明不但有商代 而且商代的世系 就甲骨文记载的世系情况呢 和 伤亡的世系啊 和 死记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有人讲说 既然如此 那也 死记记载的这个下代 可能也是真的 原来 有可能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发现 所以我们就耐心等待 耐心等待 那么 商文化呢 比西州文化呢 要发达一些 要发达一些 所以我们陕西音乐呢 也有商文化的意志 也有大量的是 周文化的意志 周文化的意志 就是 因为周人 周部族 是在陕西生活 是在陕西生活的 所以我们 讲陕西的文明史啊 就从西州开始了 西州开始了 就是在上代的时候啊 就是在上代的时候啊 这个周部族呢 他是 也好啊 我看看这个图啊 你看啊 这个图啊 你看这些点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 全部都是西州 中文化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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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地方 中原 就是原来他们呢 在甘肃宁夏这代生活啊 后来呢 最后就牵到了中原这一代啊 中原在今年的宝基齐山县嘛 一个很大的图 啊 图的很被误 诗经里边 描写观中 农业生产的情况啊 就是描写的周园 嗯 诗经里面 写的那些男欢女爱的爱情故事 大多数西州人干的事 啊 州人干的事啊 那么你看 他一直在这里的地方 你看 他非常密集 密集啊 以后呢 就你看 他就朝 从这朝 朝这个 朝东方前行 嗯 我我顺便说一下 就是这样你看啊 从这两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 就是 这个 在古代社会呢 这一个民族也好 一个部族也好 非经常迁徙了 啊 迁徙了 你看刚才 商朝 盘梗当天子 当商王的时候 就迁了七次渡 啊 他迁了一个渡 没几年要不行 又坏一个地方去 他这个地方水秧了 在这发生什么叫 他就迁渡 所以他们经常迁徙 古人经常迁徙 那么 呃 周人呢 他们从嘎苏在一带生活 后来他们到了周园 周园呢 作为他们的这个 主要的居基地 所以这里发现了宫殿 宫殿 那么后来 周园都强大起来以后呢 他们就迁到了丰 你看这都是西安嘛 这是丰 啊 这里有一条河 叫丰河 现在还叫丰河 啊 迁到了丰河的西岸 丰河 建了那个都城 这个都城 叫丰 啊 那么 上 西州进一步强大以后呢 他就把这个都城啊 从丰 迁到了丰河的东岸 叫号 叫号 号 所以 我们不太可以看这个整体 就是 同一个都城 啊 中间有一条河流过 啊 是吧 封号 所以我们是 我们说我们陕西的 西安建都十三周十三王朝的 是包括 是包括 西州的 啊 是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 那么他为啥要把都城 从西迁到东呢 啊 主要是要对商朝 采取进攻 啊 原来呢 迁迁到 封 他可以聚封河来防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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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到了 东面的话 就是一个进攻的态势了 啊 就是一个进攻的态势 啊 那么后来周母王在牧野 就打败了商周王的军队 啊 啊 灭亡了商朝 啊 灭亡了商朝 啊 然后就建立了周王朝 之所以能灭亡商朝 主要是 司机抓的好 啊 因为商朝在东方 啊 和一些当 一些强大的势力 比如说鬼方啊 异方啊 在作战 啊 在作战 所以他的 呃 这个 都城 曹哥 周围呢 没有军队 就是空虚 啊 所以西周的军队 周母王率领八百诸侯啊 然后 去去去去去进攻 曹哥的时候 在牧野 就河南牧野嘛 今天这个孟京一带 啊 这个 那商周王就 没有军队 有时他就把奴隶释放了 啊 就是 因为他们的奴隶制嘛 把释放了很多奴隶 发给他们的武器 来和周人作战 结果这些奴隶呢 林郑道阁 所以这个 这个仗就打 就就就不好打了 嗯 嗯 那么 关于商朝灭亡 西周建立的 具体时间呢 以前有十几种说法 啊 最近呢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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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进步啊 因为我们国家搞了个 端带工程啊 啊 那么搞的结果呢 就是 原来十几种 现在变成了几种 用哪几种说法呢 一种就是公元前1029年 还有一个是1039年 啊 最后一个就是公元前1057年 啊 就是 到底这几个时间 哪一个更准确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啊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啊 因为资料不足 啊 资料不足 花了好多钱 啊 最后搞了个半截子工程 啊 这是我党的一贯作风 啊 呃 原来呢 这是我们有一个国务院 有一个副总理 啊 叫宋建 可能有的人知道啊 啊 他又是国家科委主任 他跑到埃及参观去了 结果发现那样 埃及呢 你看那个法老 那个王 哪个法老 哪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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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 结果我们中国的上古死就是一团浆糊 是不是啊 年代都弄不清楚 所以他回国以后就下令 把这个研究清楚 啊 要钱国家给 但是当时很多人都反对 说条件不成熟啊 啊 不条件不成熟 创造条件也要上嘛 啊 这是我们的一贯的做法 最后就弄弄 弄弄弄的 花了很多钱啊 啊 当时叫夏商周断代工程啊 啊 取了个工程这个名字啊 啊 最后就搞成了 搞的结果就是 哎 一张纸啊 一张这么大的纸啊 啊 就花了 好多 当时花了四千万 相当于现在 好多亿啊 就弄了一张纸 而且这一张纸呢 就是列几个年代嘛 列几个年代呢 听说这几个年代 还不准确 还不可靠 还是个八截子工程 啊 那么 那么西周 建立以后 啊 存在了几百年 啊 存在了几百年 到了公元前 七百七十年的时候啊 啊 就冬天了 是不是啊 我我我我 我们都知道 周幽王 崇爱崇爱 崇爱 这个 崇爱宝寺 是不是啊 啊 这个 然后呢 这个 呃 还在什么 什么 什么 这个 这个 这死基里边都写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就是 这是瞎扯 虽然死基写了 但是死基写的不准 没有 就是他存爱宝寺是有这回事 然后后来 导致了西周的灭王是有这回事 但是烽火系诸侯这个是没有的事 为什么没有司马迁还怎么写进去了 就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 有的是根据的是国家的档案材料 有一句 然后他又到民间去收集资料 有的是道庭图说民间的资料 所以他也把它写进去了 也写进去了 那现在看来嘛 这个至少烽火系诸侯这个是没有的事 那么周英王被利荣少数民族杀死了以后 杀死了以后呢 他的儿子就周平王继位了 周平王继位以后因为关东就大乱 没法呆了 于是他就把都城迁到今天洛阳去 迁到洛邑 他是这样的 就是承州嘛 是吧 封号叫中州嘛 他迁走了 那么迁走了以后 那么在这以前 我们关东是西州王朝的中心 那么征王东建的时候呢 因为秦人 因为秦人护驾有功 我告诉你啊 这个秦国人最初不在关东 不在陕西 在今天的甘肃东部 就是天水东部这一带 还有一些地方是隆南 今天隆南市管这一区 他们在那一带生活 他们也不是诸侯 他们是给周天子放马的 放马的 也没有封他做诸侯 所以他们在那一带呢 周围的有很多游泳民族 所以经常偷袭 所以为什么秦人很永恨 能打仗呢 就是他就是从这样一个生活环境里过来的 就天天打仗和对方和少数民族干 但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秦王 平王冬天的时候 他们派了一支人呢 帮忙 给天子帮忙 就平王你有功 有功啊 我在古代社会呢 就是我给你封一块地方 于是在关中西部呢 给他画了一块区域 是给你 但是这个我告诉你 是一个空头人情 为什么空头人情 这个地方已经比利荣 这些少 选荣利荣这些少数民族给占领了 因为西州势力退出来以后 人家就少数民族就占领了 那我分给你 你有本事 你把他占了 你没有本事 叫人家打跑了 那那那 你们我都不管了 这样的话 这个秦人总的 就是他 这样他迁到了关中西部 不管怎么说 这是合法的这一块土地 他们把当地的 这个少数民族干净以后 他们占领了 然后他又 从西望东 发展 所以关中平原来 你从宝基那边开始 到凤祥 到达 一直到渭南 渭北 有好多都城 他也是不断的朝东迁 他都成迁了 说明他占的地盘大了 最后落脚到咸阳 落脚到咸阳 他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那么到了秦朝大 秦国有几个大发展时期 一个就是秦务公时期 是不是啊 秦务公嘛 号称是春秋五霸之一 其实他这个五霸呢 和人家那个 秦桓公根本不能比 人家秦桓公是全国的霸主 他是西北的霸主 他把这些 为什么秦美霸主呢 就是他也想 想要向东方发展 是不是啊 他在东方发展呢 就碰到了强大的晋国 你知道吧 就在这边 今天河南 咱现在都看不出来了 就是寒谷关 这个秦北这个地方 有那个地方叫 萧山 古代叫萧寒谷道 我到那里考察 那个石头石头路 啥啥 那个车子 把那个石头呢 压在那个车子 那个渠啊 有这么深 因为他自古未来都从这儿走呢 现在龙海县是铁路在下面走呢 原来是山上走了 到这里他就过不去了 晋国不在山西嘛 就派军队就结 几次把秦国军队打了大败 连他们的主将都俘虏了 是不是啊 当然因为俘虏了又把他还 送回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秦境之好嘛 是不是啊 靖林公娶过人家秦木公的女儿 尽管是个儿婚头 但是这也算是人家对你有好处嘛 有好处 所以他就放了 这样的话秦木公司就向东方发展就不成了 东方发展不成了怎么办呢 那咋就不发展了 潮汐发展 史书上讲的说是秦木公的时候 拓地天理灭国十二 就把周围的小国家都灭了 拓了很大的地盘 所以这样秦国就强大起来了 那么到了秦孝公时期 经过了商鞅变法 那么秦国的实力就进一步的强大 进一步的强大 最后到秦王这个时候终于把六国灭了 就统一了全国 统一了全国 这个是在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嘛 这是建立的秦王朝 以前秦国 现在秦国 现在秦朝 那么从这以后 从这以后 一直到唐朝 除了东汉西汉 西境一度迁都洛阳以外 其他时间都成都在长安 都是长安 所以现在还有十三个王朝 我专门把它列了一下 列出来了 你看 这十三个王朝 西州 秦 秦 秦朝 秦 然后西汉 新 新芒 东汉 东汉我指的是汉县帝 你知道吧 因为董卓把洛阳烧了以后 汉县帝不是迁都到长安吗 是不是 这个《三观眼力》里边都写了嘛 是不是 然后西境敏帝 然后前秦 后秦 赵 然后西魏 北周 隋 唐 十三个王朝 十三个王朝 所以说 在唐以前 也就是在公元九百零五年以前 关中地区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丝绸之路的起点 丝绸之路的起点 那么我规见了一个 它的历史特点是什么特点呢 特点就是 周勤看唐 是 这个时候的陕西呢 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五代以来 丝绸了政治中心的地位 但是 容不实为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重镇 就 人为一个地方重镇了 一直到现在 也都是如此 最近好像我们西安的势头很大 是不是 房价反正涨的是很快 拉弄了几十万人 是吧 弄进来 反正是不是人才 反正先拉进来再说 这个道德是好事坏事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 也可能是好事 也可能 因为那个 好不好 将来再看嘛 是吧 你现在下决论也有点太早了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就是 汉长安城的建筑特点 你看 这个汉长安城 大家可能 好多人可能都去过 是不是 就在我们西安市的西北 是不是 西安市的西北 它是西汉 新莽 东汉县帝 西靖的敏帝 前秦后秦 西魏北周等王朝的都城 他作为都城的建都的时间369年 他为什么叫长安呢 就是当时这个汉高祖刘邦 就是决定建都在这个关东的时候呢 他呢是当地有一个乡叫长安 所以就给他取名叫 叫长安 本来人家汉高祖是不打算在冠中建都的 人家要回老家去了 他们是沛县人 江苏沛县人 是不是啊 后来他的这个意见呢 大家不同意 说你那个地方不是很好的建都之地 为啥呢 说你那是四战之地嘛 那项羽 项羽是楚人 后来建都徐州啊 那个徐州就是四战之地嘛 所以那个 所以关中这个地方呢 地形显固 是理想的建都 算他这里 但是刘邦呢 是个 是个流氓 你说老实话 好多事情就是 君子办不成 流氓就办成了 他也没有多少的文化和什么原理 他就认为 我当了皇帝了 我要不回家乡去的话 就好比我穿着锦衣 古代的话是四重啊 我穿着锦衣 我晚上行走 我穿着锦衣很漂亮 我晚上行走 谁看啊 没人知道 他说这必须要回去 先拜先拜 后来就是 但是他有个特点就是 清大家的意见 建都成了 但是他回了老家 汉高祖 欲经还乡嘛 是不是啊 这个 然后呢 大宴父老乡亲 而且 还给他爸爸讲 说 当年在家里的时候 你老说这个老大 这个 生产好 劳动踏实 啊 劳嗦我是 博物正业 六六搭搭 啊 你现在看 是你们老大的这个 家业大 还是我的家人 家业大 给他爸讲 啊 后来有的学者就提醒 你看看 刘邦这一副小人得字的嘴脸 啊 哈哈 他就是这样 他是 他是 他是不 不讲道德的 不然项羽是贵族啊 他是讲这些人 他不讲 啊 他这个人 他对他爸讲的 他爸 呃 就是 他和项羽 在作战的时候 他的老婆孩子 还有这个 他老子 都被项羽抓了 啊 项羽就威胁他的嘛 说你 你不投降 不投降 刘邦我把你老子 给你煮了 是吧 看你投降不投降 刘邦说 好嘛 你煮了以后 请分我一杯梗 啊 那肉汤啊 你给我分一杯 啊 我喝一喝 项羽就这刘邦 这 跟你来这一头 我跟你说 我玩什么 我还没法玩 啊 有时候他跟他打仗 啊 他大都不项羽 项羽军的会面 所以他 那个时候的人都乘车嘛 啊 他呢 这个 坐着车跑 啊 跑跑跑 这个 追兵马上来了 啊 他就把老婆 推下车去了 啊 然后这不是复旦庆了嘛 然后再跑 再跑不行了 把孩子推下车去了 哈哈 他是这样一个人 只要自己逃命 后来还是他的将领 一看这不行 赶紧把那孩子什么玩意都给他带上 啊 他 他和别人 不太一样 啊 不太 因为项羽你看 我们不是看法王别姬吗 是吧 你看项羽他妈临死了 啊 他也不装 不装脑 不装怂 是不是啊 啊 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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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要给这个他的预机 也要 也要给他安排了 这个 好的一个 一个去处 是不是啊 只是预机呢 存情而死 他是这样的 而项羽很讲究 就是 他过乌江 啊 这是他觉得这个 他带了八天子弟兵嘛 在江东 这无言回去见江东父老 把子弟兵打光了 啊 所以他自杀了 他自杀了 那这个是要放到楼帮 他脚不会自杀 什么无言有言 死都别人家的子弟 跟我就没关系 是吧 这个贵族和这个 这个社会下层这个流氓 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您看这个图啊 下面我讲快一点啊 这是 这个图呢 就把我们西安地区 建都的城市 这个司翼童呢 就画出来了 画出来了 你看啊 这是秦祥养 秦朝的咸仰 这是封号 西州的封号 在这个位置 这俄杭宫 那么汉长安城呢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那隋唐长安城在这个位置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西安所在地 我们今天也是西安所在地 对面是兴山寺 兴山寺在隋带的时候 它就是兴山寺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在城里边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看看大概的这个汉长安城 现在好像都已经修得快连起来了 那么这个汉长安城是萧河祖是修的 萧河呢 他是先修的宫殿 所以萧河以秦朝的兴乐宫为基础 修了长乐宫 又以秦朝的张台为基础呢 修了魏阳宫 所以这魏阳宫 这魏阳宫啊 就是这个汉朝当时 汉前妻当时最大的宫殿 他当时没有修城墙 没必要 汉长安城的城墙 是汉徽帝时期 前后三次才修城的 修城的 是这么个情况 这个就是长乐宫的一旨 现在把它保留下来了 保留下来了 不让我们重地了 那么到了汉武帝时候呢 在长安城里面修了贵宫和明光宫 贵宫和明光宫 最主要的是在承熙修了建章宫 这样就最终的错定了汉长安城的规模 你们看这个图 这个是汉长安城 这个就是建章宫 这个是他搞祭司的地方 因为我们中国古代呢 这个祭司呢非常重要 就是国之大事啊 祭司司 也是家庭的大事 也是国的大事 因为祭司司 祭谁呢就是 祭神 祭鬼 是不是啊 你祭浩天上帝那不是神吗 是不是啊 鬼那祖先不是鬼吗 这一个祭司就记得两种 所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 最近我看材料说 人家江西省把老百姓的这个棺材给人家没收了 然后给人家砸了 所以以后要火葬 不许土葬 土葬嘛 占土地 污染环境 怎么怎么怎么弄 说了一大堆 现在有些学者站出来说 你这是对我们中华 我们传统文化的蔑视 是不是啊 因为桑葬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是我们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这个建章宫啊 你看他修在城外 大家可能说了 这宫殿一个修到城里面才安全 怎么修到城外去了 你要知道这是汉武帝修的 汉武帝修建章宫的时候 汉朝在与雄奴的战争中 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所以雄奴根本不会威胁到长安城的安全 所以他才敢把这宫殿修在城外 修在城外 在这城里面没地方了 没地方了 然后呢 他从建章宫到城 越过城墙修了一个飞桥 飞郎 是这样的话也不用从城门出入 从城 飞桥上就过去了 西汉长安城的城墙中长寺 25700余 总面积36平方公里 如果把建章宫算在里边 总面积达到了38.21平方公里 比世界上一些著名的股东都要大 比如说是古罗马城的2.79倍 是拜占庭的3.19倍 是古巴格达的1.26倍 也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之一 所以看长安城的形状呢 如同天上的北斗星 所以叫斗城 叫斗城 那么为什么叫斗城呢 为什么要修成这样一个不规整的城市呢 主要是它的北部 受到了渭河河道限制的缘故 你们看图 你看 它这是渭河河道 看到了没有 渭河河道 所以它不能 不敢这样拉长 这样拉着 就立渭河 就很近了 很近了 一旦渭河发洪水 就冲到城里边来了 所以它只能顺着渭河河的河道这样修 这样修 这个是汉长安城的城墙的意志 那汉长安城呢 它一共12个城门 它分四面嘛 四面每面有三个城门 三个城门 那每个城门有三个门道 那么与此相适应的就是 街里边的街道 城里边的街道呢 也是三个 三条 三条 中间那一个门道和街道叫玉道 是皇帝走的 两边才是老百姓不能走的 所以那个玉道平常闲着 老百姓也不能走 要走的话抓住要称法的 就是这样的 这是汉长安城的霸城门的意志 霸城门的意志 这个建章宫呢 这个建章宫呢 大概在西汉长安城中最大了 周长 就宫墙的周长二十多里 四面各有一座宫门 其中南门 这个铝河门呢 是它正门 修了三层 非常高大 非常高大 但高有三十多障门 那么公屋内的建筑很多 号称是天门万户 其中 一堂殿是正殿 也叫钱殿 这个是汉朝经济最繁荣时期的成果 有钱嘛 有钱了就任性 所以汉长安城 后来和西域各国随着师徒之后往来的时候 比如说张仙出世西域 然后把西域的那些国家都带到长安来 人家开始人家不相信你汉朝 是不是啊 尽管你拿着礼品和人家建立关系 人家也不相信你 于是这个他们 这个张仙呢就就就就把大家带到长安城来了 带长安城的目的是啥呢 史书里说得很清楚 以关汉资广大 你看看我们汉朝有多么强大 面积多大 结果大家进来一看以后 好家伙 说汉朝一共四十多个郡 一个郡的人口 比雄奴全国的人口都多 至于财富那是更比雄奴多了 然后到了长安城一进来以后他们眼都看傻了 是不是啊 没见过这么大的城 因为我到新疆地区考察过多次 就他们那个古代的那些所谓的小国 那些国家的都城啊 小得很啊 方燃吉利的 很小啊 所以那些国家是叫个国 其实就 连我们一个县都不如 就都不如 就是有的几万人口 有几千军队 就是那 大概是属于城邦国家 这是有一个小城 然后周围有一些村庄 这样就构成一个 构成一个国 这样 啥这么个情况 这个是建章宫嘛 建章宫的平建筑 但是它是田殿 田殿 那么我们现在谈一下这个汉昌安城的这个特点 它的建筑特别上的 宫殿区占了全城三分之二的面积 就是这三十多平方公里 大部分都比宫殿占着 那么 提区三分之一呢 分了九个市 和众多的官署做坊 另外还有109个坊 这个坊是举民区 我们叫小区 是不是现在叫小区 那么 而且这个举民区和市场呢 主要集中在城的北部 这个市 这个市 这个市啊 这个市啊 古代是不能随地 随意交 就是交易的 你要买东西 做生意 你开商店 必须到市里边去 他是这样的 一直到唐朝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所以随唐长安城也有事 那么这种情况到了宋朝就打破了 打破了 然后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 那么 汉长安城 为什么后来又废弃了 又来到隋唐长安城呢 主要原因有两条 一条呢就是 为何这个河道呢 它不断地朝南北 你南面死 汉长安城嘛 它河道不断地放南北 这样的话 就影响到汉长安城的安全问题 是不是 就这个在这里 再一个就是 它不断地放南北 那么 如果你要扩建这个城市 扩建这个城市 就没有地方了 没有余地了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 污染了 因为古代社会呢 吃水啊 是地下水 是吧 但是它的 本来古代城市里面 它都有这污水的排放系统 但是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环境法 也没有什么弄 是不是 大量的还是排在 渗到地下去 这样子就造成了 地下水的污染 是书上讲说 水节贤乳 不堪食用 水变质了 变质了 那么一时到水朝建立以后 水文地刚建立这个水桃 在当年呢 就决定要迁渡 说这个地方呆不成了 呆不成了 迁渡 那么 迁到什么地方 就现在我们这个 现在的这个西安市这个地方 西安市这个地方 西安市这个地方 下面我们就看看这个 水桃产安城的建筑特点 你看 你看 这个 开航元年 是水朝建立的第一年 那个时候就决定要建都 动工兴建 是在第二年 开航二年 开航二年 那么 完全建成 就是把这个外国城 城墙都修好 是在唐高宗 拢徽五年 也就是说 从 开始东工建成 到最后 全部完成 历史 七十二年时间 历史七十二年时间 这个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 一死工程太大 是不是 过去 有没有什么机械 全靠人来干 这一个呢 就是 古代的 封建王朝啊 人家 搞工程 是 要符合自然规律 符合生产规律 要照顾到 社会生产 不蛮干 不胡来 你要知道这 所以 所以 这个 隋唐司律 他的法律规定 就是 他有 牢役的 每个 成年 农民 他们就叫 成丁嘛 成丁是 二十岁到六十岁 这个 期间呢 你要 给政府 要付牢役的 每年 要付二十天 二十天 劳役 那么 这个 如果你要 超过了 这个二十天 二十天 有些工程没做完 那怎么办呢 他有规定的 他有规定的 你超过多少天 他不是租用料之吗 我免你的租 你超过多少天呢 我免你的调 再超过多少天呢 租调全面 所有的付税 老爷都免了 而且规定 正义 就是这二十天 和增加的时间 最多不能超过五十天 一年不能超过五十天 超过五十天 就算违法了 就算违法了 它是 它是有规定的 另外 他还允许农民 不付牢役 按照的你应该付二十天牢役嘛 你不想付牢役也行 但是 你不付牢役怎么办呢 你给政府交钱 交多少钱呢 每一天呢 交卷三尺 或者布三尺七寸五分 就是 在隋唐时期 一个劳动力的一天的价值 就是卷三尺 它是这样的 然后政府把这个钱拿来以后 干什么呢 来雇用别人来承担你的劳役 承担你的劳役 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就是 你可能因为你家农业生产忙 顾不上 所以你出点钱 让别人来干 不要影响生产了 或者是 这个 你家里有人有病 有什么 你自己本身有病有伤 不能付牢役 那也可以 它是灵活的 不像我们大跃进大链钢铁的时候 活出来一起 是不是 那管理什么生产规律呢 什么都不惯了 这个 党一声令下 千斤万马就上 就上战场了 所以那庄稼都没人中 没人收 有什么发生灾亡 就是 庄稼都烂到地里面去了 和他们古代是这样的 而且法律规定 龙芒鼠不能蒸发老义 不能影响生产 他是这样的 而且小孩 二岁以下的 或者是六岁以上的 不服老义的 不服兵役 不服老义 可是呢 大跃进的时候 我外公 就死在了这个 大链钢铁的工地上 为什么呢 我不说这个死的原因 就是 他肯定超过六十岁了 是不是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这个限制 你只要能动 你都得要去 都得要去 都得要去 所以他们这个工程 之所以拖这么长时间呢 就是他们是在 遵守国家的法律 法规的前提下 来做这个工程 一年做一点 一年做一点 但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 长安城有多大呢 就考古实测是 东西长九千 七百二十米 二十一米 南北长是八千六百五十一米 周长是三万五千五百六十米 全城的面积是 八十四点一平方公里 就是隋唐长安城 那它有多大呢 是现在西安城面积的九点七倍 就是我说的是 现在的城墙这一块 是这一块的九点七倍 是汉长安城的二点四倍 是北京城 就是明星北京城 比一点四倍 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 最大的一个城市了 就历代以来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最大的都市 那它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 就是它这个 全城了分了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叫工程 一个部分叫皇城 还有一个部分叫外国城 外国城 外国城 你看这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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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是工程 你看太极公 这个是工程 你看这里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大明公 这里还有一个新庆公 那是唐朝建立以后 陆续修的 他们都可以算成工程 哪个地方 这叫皇城 这块区域呢 皇城 就是我们一旦西安城墙那个区域 那个区域 叫皇城 叫皇城 这个 那么工程黄城以外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呢 就叫外国城 外国城 所以你一看 我们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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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明多门吗 这明多门吗 是吧 明多门 我们沙子大那边 明多门 现在不是 正在搞一个复原工程吗 明多门吗 这几下门 都都在这 这是 你看 长安城很有意思 这个门叫承天门 这是工程的正南门 叫承天门 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在今天联湖公园的北墙 那个位置上 南墙 南墙那个位置上 然后这个门叫朱厕门 这个门叫明多门 承天门通过朱厕门 然后到明多门 是一条中轴线 是不是啊 这样把长安城呢 分成了东西两部分 那么这两部分是这样的 西边这半喇 归长安县管 东边这半喇 归万年县管 它是这样的 两县分别管 不都管起来 我给你讲啊 在唐朝啊 这个朱厕门大街 你知道它有多宽 一百五十米 现在全国能找到一百五十米宽的街道 我都找不到 特别的宽阔 我们先一个一个介绍 工程 工程呢 太极工呢 刚才我已经说了 在长安城的北部的最中央 考古实测是2823米 南北是1492.1米 周长8600米 面积是4.2平方公里 这是当时 这是隋本帝时候修成的 当时叫大兴公 唐朝成叫大兴城 唐朝建立以后 改成太极工 把城改成了长安城 是这样叫的 都不一样 这个就是工程 工程大概的这个范围 你看到了吗 这看到了吗 是不是一条铁路 啊 这是龙海县 龙海县从这儿过 从这儿过 这是承天门 承天门 这是联合公园 联合公园 大概这一条 这个范围就大体上在今天省政府 以及周围一些地区 一些地区 它应该是这么的情况 然后我们说一下大明公 大明公都很都知道是吧 现在弄大明公公园了 我还是他们那边顾问了 对 大明公考古实测是 它的西墙是2256米 北墙是1135米 南墙是1674米 东墙东北角向南是1260米 转向东304米 然后再向南是1050米 周长是7280米 面积3.3平方公里 那这个大明公有多大呢 是今天北京故宫的 这一个4.7倍 那故宫已经够大的了 是不是 但是 它和人家这个大明公比起来 差远了 它因为它只有0.7平方公里 是吧 它比那个太极公 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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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它的5倍 你看啊 我刚才讲的时候 我说东墙为啥 说了三段 三段 你看 这一段 是1260米 这朝东304米 然后它下来 1050米 它不规整 它不规整 不规整 那么大家说 那为什么不规整啊 你什么修成了 穿一个畸形 不够拉直 就要拉直修 我告诉你 就是 它的东墙外边是一条深沟 没办法修 所以它沿着沟沿修 沿着沟沿修 这个大明公啊 它是咋回事啊 为什么要修个大明公啊 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祖李渊的关系不好 这父子俩 我们都知道唐太宗那个皇帝是 通过政变的手段 玄武文字变嘛 把哥哥弟弟杀了 抢来的 然后强迫老徒子退位 自己当皇帝 它是这样的 所以两家关系不好 可是西安在长安呢 在古代在唐朝很热 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啊 这个不同时期呢 它这个气候不一样 有的是寒冷气 有的是温暖气 这个隋唐时期恰恰是温暖气 它的温度比今天的西安温度还要高两度左右 比现在还热 因此在唐朝的时候 一些雅热带的水果在西安是可以生长的 比如说橘子啊 够成熟不了 所以西安在古代 常常在古代社会是非常热的 那么这么热 所以唐太宗呢 每到夏天呢 带上老婆孩子都避暑去了 要不得到秦岭避暑 要不得到这个 今天灵游县嘛 是不是啊 灵游县没有九成功嘛 在那里避暑 在那里避暑 结果他们老徒子呢 欧德西安不管 有的大人给他提一件的 他也不管 他也不管 后来呢 他觉得这个也不太对 是不是啊 这就是这么热的天气 这老头子呆在这一个 他的大安宫呆嘛 大安宫是太极公西墙边上一个 又低又潮的一个住地方 然后他在那儿住 热得不得了 最后他觉得这也不合适 我这当皇帝 这影响我的光辉丘相啊 他就有一年呢 他就去请老头说 我们今年到九成功去 你跟着也去吧 结果人啊 唐高祖我不去 他为什么不去呢 难道他不怕热吗 他七十多岁了 他怕热 史书上说得很清楚 因为隋文帝死在那个地方 就是这个九成功在隋朝的时候 叫仁寿功 是阳宿给隋文帝养老修的地方 就在陵友县 今天陵友县城那个地方 我曾经两三次去过那个地方 一到那里就凉少了 我们知道隋文帝呢 是比隋阳帝派人在那个地方太死了 是吧 所以这个 史书上讲的老头不去 原因就是因为隋文帝终与弊 就死在那个地方了 而且是被他儿子干掉的 现在我和我儿子关系不好 你把我弄到那三根根里面先进去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所以他不去 这样的话 唐太宗就没办法了 是吧 那你又要你去你又不去 那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说在长安附近呢 选一个地势高的地方 给老头修一个避暑的下宫 就选在了 因为他在龙鼠园上最高处 就选了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工还没修好了 老头死了 所以工程又停下来了 后来到他儿子唐高宗李治的时期 李治呢 因为太极公太地势矮也热 所以李治就把他修完了 然后就搬到了大明宫 所以从此以后 唐朝的统治中心 就到了大明宫 要不是大明宫现在这么有名气来啥 就是大明宫不在太极公了 不在太极公 他的形状就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是大明宫韩元殿 你们都去过韩元殿 是不是 我就不说了 这是大明宫韩元殿的灰源图 灰源图 灰源图你们看这个灰源图 是吧 比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宏的多 有些学者到这里一考察以后说 哎呀 到底是大唐盛世 你就看人家这个宫殿 都有个大唐盛世的气概 所以北京那个故宫呢 是中国社会走下坡路的时候 修的嘛 就口口说说的 什么什么 没有那个 没有个 那个 盛世的气象 什么什么 然后现在我们看看这个新庆功 新庆功呢 他是唐宁皇 唐玄宗李隆基 第一 没当皇帝以前当王爷的时候 他说林子王嘛 林子郡王嘛 他在那里居住 在新庆功房居住 后来他当了皇帝以后呢 这个 他给他同时居住的那几个王爷 就他那几个兄弟呢 就纷纷把自己的住宅献出来了 然后他又周围在争了一些地 扩充了一下 大概这个 有两坊之地吧 两个坊嘛 之地 然后就修了一个 兴庆功 兴庆功呢 是唐朝鼎盛时期修建的 那么他的这个 东西是一千零八十 一千零八十米 南北是一千二百五十米 周围长四千六百六十米 面积是一点三五平方公里 所以 新庆功最小 但是最豪华 最好 尽管他最小 也相当于两个北京故宫 所以要不然说 这个 中国最鼎盛时务的气派呢 那和明清时务还是不一样 很大的差别 这是他的图 我说一下这个兴庆功很有意思 兴庆功就是今天的 位置住在今天的兴庆功公园 是不是 但是兴庆功公园只站了兴庆功的一个脚 大概 他就站了这么一点的地方 这样一个小脚 一个小脚 他的特点是什么地方呢 你看 这个宫的门 朝西边开 我们知道 天下衙门朝南开 是不是 衙门朝南开了 人家宫殿的门都朝南开了 是不是 是啥 结果他的门呢 是朝西开 这兴庆门 兴庆殿 兴庆殿 它是这样的 因为南兴它不能开 南兴的街道 大街道太近了 没有众生 你知道吧 没有众生 那么东面也不能开 东面为什么不能开 东面成墙 东面成墙 这个是 但兴庆公建设的最豪华 最豪华 因为那个时候鼎盛时期 有钱 有钱 这是兴庆公的 情真物本庆的意志 你从兴庆公公囊 大门一进去 一进去呢 你朝这个这边走 朝西一拐 就可以看到这个 兴庆物本庆的意志了 兴庆物本庆的意志了 现在我们看黄城 这个黄城 刚才我已经在图上给大家说了 这个黄城啊 也叫紫城 它和汉长安城不同地方 在什么地方呢 汉长安城啊 中央机构的官署啊 是分布在全城各处 那么随长安城呢 把它集中起来 专门出了一个城 叫黄城啊 所以黄城是 中央各机关的办公的地方 办公的地方啊 它的位置在太极公的南边 中间隔了一条街道 隔了一条几百米宽的街道 考古试测 东西是2822.2米 南北是1843.6米 周长9200米 面积是5.2平方公里 5.2平方公里 你看啊 这不是这个 这出车门吗 是不是啊 这个是城前门嘛 这个是横街 这横街 然后呢 这个部位呢 就是黄城 黄城三面都有城墙 但是北面没有城墙 北面对的是皇宫啊 所以它没有城墙 然后城里边你看 有这么宽阔的大街 当然也有这样的小街 你看我这上面写的这些字 就是中央各个机关的名称 就是它们都分布在这些地方 分布在这些地方 它为什么北面没有修城呢 因为你北面修了你防谁 是吧 那里边不是皇帝 皇宫 你防谁 所以他不能防 那么 他不能防备皇帝 皇帝呢 还得防备他 为什么皇帝防备他呢 就是 这条横街呢 就起到一个安全屏障作用 安全屏障作用 因为这个皇宫里边的军队呢 站到皇宫的城墙上呢 就可以俯瞰整个皇城 是不是啊 另外呢就是这个阶段很宽 超过了一箭之遥 就古代射箭嘛 拉弓射箭 一箭最远的地方 超过了这一个 也就是说等于它是个开阔地 开阔地在尊师上进攻的一方是最不利的 明白了吧 今天你看用的是 这现代化武器也是这样的 什么事啊 在古代也是这样的 你开阔地没有隐蔽的地方 你要那样要冲锋啊 人家乱箭齐盘 你不是找死吗 现在也是这样啊 是不是啊 你开阔地你要皇上冲 你不是要机枪一扫 你不是找死啊 所以它呢就是修得这么宽呢 两个目的 一个其他一个安全保障作用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前面呢 等于一个很大的广场 有很多典礼活动在这里执行 你看外国城 外国城 我们最后把外国城给介绍 我们今天结束了 长安的外国城啊 长安的汉堂 隋堂长安城墙呢 是夯土城墙 板住的夯土城墙 城墙的厚度一般是9到12米 你城门相接的这一段呢 但厚度20米左右 全城共有 中横南北的大街十一条 东西的大街十四条 这样把全城 分成了一百一十个坊 这是人家永福航 唐朝永福航 他们先是考古研究院 他们发掘 人家一个建筑工对他们那点发掘 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宽度呢 就是坊墙的厚度 按照这个推算的话 这个坊墙可能要高四五米的 非常高 非常高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一个坊 延寿坊 延寿坊 一个一个坊 这个坊呢 就是居民区 官员地府 府宅在这里 寺庙也在那边修 老百姓住宅也在这里面 他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坊啊 四面都有墙 刚才我让大家看到坊墙了 非常高大 四面都开门 定期 你早上开门 晚上关门 所以在长安城那边 你要出了坊去串门 就回不来了 坊墙就关了 坊墙就关了 而且街道上有军队巡逻 人家抓起来了 当你间隙 他就宵禁嘛 他就宵禁 那么但是实际上是 一百零九个坊 为什么会一百零九个坊 为什么会一百零九个坊 因为这个 这是曲江嘛 这是曲江 因为曲江 深到城里边来了 就深到城的东南角 站出了一个坊 这就成了一百一十个坊 另外呢 长安城里边呢 有两个市 有两个市 你看啊 一个西市 今天不是有个西市吗 咱们 咱们秀的 它那个只占了西市的一小部分 西市的一小部分 再一个东市 在今天交大更前 现在正在考古挖掘 这两个地方呢 就是专门交易的地方 这个市呢 每个市有两个房那么大 市面也有房墙 市 市上也有墙 也有墙 市面也有门 啊 也有门 它的基本结构是这样的 你可以看看啊 我这就画了 弄了个西市的图啊 你看这市 这市面都有门 进来以后呢 它有南北东西各两条大街 各两条大街 这样的话就把整个市呢 划成了九个区域 划成九个区域 那么商店呢 就沿着这个街道 沿着这个街道 这样 沿着街道 这样开设 大概都是前店后厂 基本上是前店后厂的 中间呢 有一个 有一个机构 政府机构叫市鼠 就是管理市场的政府机构 而且它有相关的法律 包括物价也要好 还有多量衡也要好 它都有严格的工具 比如说 你这个一次冲好 卖假货 弄三句轻案 咱那说没三句轻案是吧 弄假一毛 这个那都弄不成 是吧 那要严厉的处罚的 不够金量也都不成 甚至连有些物价他都管了 他都管 他不许你哄抬物价 不许你哄抬物价 所以他管得很严 而且这个 每个市里边 它还有一个机构 叫平准署 这个平准署呢 主要任务就是平移物价 平移物价 就是政府的机构 它是用经济手段来平移物价 它怎么平移 就是你市场上 比如说 某一种物价上涨了 降格高了 它怎么办呢 它就抛 把政府控制的物资抛售出去 把物价给它压下来 比如说有些物质呢 它下降下来了 这对商业发展也不利啊 政府就大量的收购 收购让它的价格趋于平衡 所以这个就是平准署 它专管这些事 它专管这个事 这是东市 其实我到东市一直去考察的 他们正在挖 你看 东市上的这个房机 房机的墙 然后这边有一段墙 很小 一个非常小的门面 大概像每个商店 就像我们街上的卖面的面罐 这样 就那么大的地方 非常小 但商店很多 唐朝后期的时候 东市朝本以西呢 结果有一天就发生火灾了 烧掉了一千二百家商店 是12个行的一千二百家商店 可是长安东市和西市 各有二百二十个行 他们有二百 它是分行嘛 分行业来经营 比如说我这是卖衣服的 我这卖肉的 我去聚在一块 三个行 二百二十个行 那么烧了12个行的一千二百多家商店 你可见它商店非常多的 非常多 你可以看到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是东市的水井 唐朝的水井 唐朝的水井 还有水烂 我问考古人说 这考古人说 这个水啊 我们没喝过 但水很清 肯定是唐朝的水 我说敢喝不敢喝 他说 我这不敢喝 不知道 敢不敢喝 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看这就是我站的高处 站的发觉的高处 拍摄的 把我影头都掉下来了 这是他们的排水沟 这市里边也有排水沟 有的是明渠 有的是暗渠 有的是暗渠 最后我再说一下就是明德门 你看啊 你看啊 长安城的这个明德门呢 是五个门道 看到了没有 一般的城市呢 都是一个门道 有的是像京城门一般三个门道 那么长安城门 都市城门 都市城门五个门道的 唯有明德门是五个城门 五个门道 另外公门那边五个门道的 就是大明宫的丹凤门 五个门道 五个门道 现在呢正在复远它 前一向人家还搞一个 就是电击仪式 我还去了 他们市场请我去 我们也都去 大家穿着雨打着伞 正在参加这样一个仪式 将来建成了以后 也算我们先多一个旅游的点 多一个旅游的点 这是唐朝的天坛 我这个照片是没有修天坛公园以前的 真的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本来是我们闪四大的地方 后来发现天坛了 人家政府又要这个地方 我们只好交给政府了 是不是 我最后说一下这个西安 就是我们知道唐朝是公元907年灭亡的 在公元905年的时候 这个梁王朱全宗 就在开封有一个节斗史 朱全宗也叫朱温 那麽他呢 就强迫皇帝迁都洛阳 就从长安把都城迁到洛阳去 然后下令把城市拆毁 把宫殿也好房屋都拆了 把木头送为何漂流而下 为何漂到黄河从洛阳从洛阳再捞出来干什麽呢 来建设洛阳 这样就把我们这伟大的都城啊 就毁于一旦 明白了吧 他应该是公元905年灭掉的 这个拆掉了 拆掉以后但是都城当不成啊 那麽当个地方 一个地方重镇所在地 也可以吧 于是呢 就命令华州节度是韩建来的 去兴建这个京朝府城 因为长安城 长安 我们叫长安 行政上叫京朝府 行政上京朝府 那麽五代时候还叫京朝府 那麽把长安城拆完了让他去修 那他怎麽修了他就没办法了 那麽大城都废墟了 我没办法修了 他就以皇城 我刚才说 中央政府办公所在的 以皇城为基础 为基础呢 因为皇城的城墙还在 但是皇城呢 原来三面有城墙 北面没有 然后他又 他又补了一个北面的城墙 补了一个北面的城墙 那麽这个城墙太小了 他怎麽办呢 然后他在东西两边呢 各修了两个小城 作为大安县和万年县 大年县的县政府所在地 这样就构成了这个五代的长安城 就缩小了 那麽你看看 我要说的就是 今天的西安城区 它是在元代的时候 元朝的时候 他把这个五代就是这个长安城 他朝北扩大了一下 然后朝东扩大了一下 你看你看这条线 这条线就是今天的西安城 今天的西安城 你看今天的西安城呢 它的主体还是唐代的皇城 唐代的皇城 那麽你像这一条 这个城墙呢就是 今天西安城的西城的这一段 西城的南面的这一段呢 是哈斯唐代的城墙 那麽在韩光门这个地方呢 修了一个博物馆 那麽这个博物馆呢 我不知道收钱不收钱 反正我去也没要钱 这个博物馆很值得去看 为什麽很值得去看 因为这个博物馆呢 其实没有多少文物 它主要就是 它在韩光门这个地方 把这个城墙给它挖了一个泡面 挖了个泡面呢 你就发现这个泡面上呢 最外边上面的是 明清的这个城墙 里边呢是 宋元 然后武代 隋 唐 每个不同时期的城墙呢 这个泡面都非常清晰 一层一层的非常清晰 非常清晰 所以 从这里我们也知道 这一段城墙呢 它也是在隋唐皇城的基础上绣的 就是外面再加一些 加一些 当然现在的西安城墙 是有砖的 这个砖是明朝时候加的 以前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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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都是康土墙 康土墙 所以今天呢 我这个报告呢 就做到这儿 谢谢大家